好 但您一起來關注到的是 國會現場的最新情形 今天的國會焦點 另外也鎖定在了 那麼就是蘇丹宏的辣椒粉事件 現在搞得人心惶惶 因為這是食安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商品 都被發現有了 包括了零食 包括了餅乾 甚至是咖哩粉 還有就連海底撈跟韓式部隊鍋 現在也被點名 可能含有著蘇丹宏的辣椒粉 所以許多的民眾都相當的擔心 尤其這個東西如果吃下肚之後 化學染劑可能傷的是人體的肝根腎 因此大家都不敢大意 只不過今天衛福部長薛瑞源 就被問到了 誰叫做問題商品連環報 這衛福部真的有掌握狀況嗎 我們一起帶您來聽聽看 薛瑞源的最新說法 那這些簡單出來有蘇丹宏的 那在過去有沒有這一個肉的質疑 進到國內的市場 那所以食藥署這邊的話就開始期望 後市場的監測 那當然之前的話 其實也有這個疫情性的這個食安的這種 我接過機查 那也有這個民眾的檢舉 那這個部分的話都是在之前的話就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現在之所以會變成看起來好像越來越多的原因就是食藥署是大規模的對於這個可能有漏網的這些產品的話 那啟動後用這個追蹤的系統去追 那看看到底流向哪裡 然後再去做這一方面的一些計查 好 薛瑞源是強調現在食安署已經啟動追蹤調查一定會查出這些蘇丹宏辣椒粉的流向要讓民眾安心 只不過現在除了食安的問題大家也很關注在國會的另外一個焦點 那就是大陸傳之翻覆的案件了 那麼今天在內政委員會召開了專案報告 只不過在專案報告之前我們帶您看到今天的一個焦點 那就是這個招偉高金素媒 他在他的臉書PO出了這一張照片 是這個海委會的主委管碧琳傳給他的簡訊 那麼他就講到了裡面是說對於正對改名的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那麼他希望他能夠見諒 那麼這個高金素媒也回覆了 只不過後來卻講到了怎麼會提到原民升遷的問題 也引發了許多的爭議 不過就在剛剛內政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有立委就問到了關於這封簡訊的事情 管碧琳跟高金素媒也有最新的回應 一起來聽看他們怎麼說 這件事 教委他也有接受所謂的上期量查 所以教委五次說上期量查我們怎麼會去交換 已經接受不交換的問題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請兩位聽我說明一下 因為既然是問到了這個問題 因為管碧琳委員 這個女士主委 他是用管碧琳上 然後呢我也是用我個人高金素媒回他 那對於高金素媒身為一個立法委員的其中之議員 我能夠體察諒解 但是對於其他的委員 我並不能夠為他替他們回覆 他們是不是原諒您這樣的作為 以上來回應 謝謝 可以看到呢 為了這個專案報告的改名事件 如今還是鬧得沸沸揚揚 只不過現在呢 在內政委員會同步也在進行的是立委們的質詢 他們也想針對著陸權的翻覆事件 希望能夠得到海委會的一個說明 也想要了解這個事件 到底何時才能落幕 那麼以上是國會的最新焦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